花蓮市民代表许愿神在12号的市政总质询当中 是特别针对了南北滨以及七星潭沿岸的死狗死猫提出了看法 许愿神指出每到假日滨海沿岸都会吸引许多的游客驻足 但时不时却会出现动物的尸体 建议公所可以就地焚烧以免增加细菌感染的风险 每逢假日南北滨及七星潭沿岸都会吸引大批民众前往拍照驻足 但是偶尔却会出现动物尸体死在岸边 花蓮市民代表许愿神就提出看法 希望市工所能做进一步处置 以免滋生细菌也有损失容形象 我市长在海边尤其是南北滨公园 或者是到南滨公园 我市长在那边捡宝特瓶 为什么大风大浪过来之后 就很多死鸭死狗死猫死兔 或者是那个移药 后来我怎么把它处理的 不是把它拿起来或者是叫清洁队来处理 这个处理是要有一个有经验的 你也不能靠过去 你也不能把它移动 然后你像有木材的话 空地有木材有木材的话 把它点火烧死 把它烧掉烧成灰了 那个细菌的话 那个我每次看的那个死狗死猫死 那个苍蝇来了老鼠来了 那个老鹰也来了 老鹰是吃虎食 然后老鹰飞到那个山上去 传染给那个大便 传染给那个野生动物 最简单的方式是南北滨 我们花莲市南北滨 其他先是我们没办法去 没办法去那个 下一次有这个情形的话 不要说下一次 我请市长大风大乱过 或者是随时随地 那个清洁队员 随时在南滨公园查这个 马上处理 马上把它烧毁 市民代表徐院省表示 处理动物尸体最好的办法 就是就地焚烧 以免在搬运过程造成细菌感染 后院市清洁队也表示 将会加强岸边巡逻 以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记者许丽琴 花莲市报导